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修行有时候要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想 我们说它的重点 确实就在浴滩 这里讲的重点就是浴滩 浴滩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我爱 我爱 我要所爱 我们说浴滩基本上就是爱 爱有所谓的 阿含经基本上就是讲三种或四种 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就是两种 就自体爱跟境界爱 讲三种就是 自体爱 后有爱跟境界爱 讲四种就是把境界爱又分成 已有的喜滩俱行 未有的比比喜乐 又变成四种 这个其实说我们刚才讲 如果我们努力用功 总是 总是好像 就是用功不上 这个时候应该要好好的 看自己缺什么 或是有什么障碍住 什么不具足 那很明显的 假设第一个 你的正见不具足 正见不具足 或是你的正思维不具足 那你已经知道修行的方法 但是你修行的那个善巧不够 举个例来讲 大部分的人 非常在意自己的感受 这是谁又让我难受 谁又让我难堪 那么谁又讲了我什么 就是说我谁又让我起烦恼 又来占我便宜 又让我怎样 你就是一直在意 非常在意这个 你非常在意这个表示什么 根本原因是什么 就我爱 我爱我所爱 设受想行事 以设为我 以受想行事为我 那先不要说 我们执着那个我 先不要讲 就是我爱这一部分 那么以受为我 你总是要让所有的人 都不会让你难受 那么你一直在追求这个 没完没了 没办法 你没有不烦恼的时候 我不会骗你 因为不可能 不可能 即使佛也没办法做到 大家都赞叹他 大家都不毁谤他 大家都恭敬他 也没办法 因为不是佛的问题 是众生的问题 我们在五卓二诗 那如果你的重点一直放在 谁对不起我 谁让我起烦恼 而不是放在 我又因为谁起了烦恼 那这个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谁让我起烦恼了 你的重点在那个谁谁 人事物上面 但是我又因为谁起了烦恼 放在 反观放在 我为什么又起了烦恼 那你 这个你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未患理 现在要讲个未患理 你色受想行事未患理 那到底要怎么修 那你这些不具足 你说你要官无运 没有你那个色位那么重 色想行事的未那么重 就是贪爱 就是欲贪 直取 直左 未之未左 那未左当然是由我见我爱 那么当然是欲贪 这只要是我爱 那么色受想行事 我们先讲这个 讲这个色也可以 就是一般就是人事物 因为这个东西 你对 假设你对世界上某一个东西 或者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本身有特别的执着 比如说你每天都在担心 那个鱼也纹有没有长出来 有没有深一点 那很明显就是 这个色爱很重 那你没有画得好看一点 你就不敢去见人 那很明显的这个色味很重 那就对身体本身的色身而已讲 但也不是叫你很邋遢 也不是 但是就是你不要那么执着 那这个 对外在的色身相位出法的色 也是这样 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吃 类似像这样 那么那个 那个都是对那种色法 非常执着的东西 那么这个你没有 那么它本身执着就代表 你没有我爱我见在里面 如果你非常执着 代表我爱我见在里面 那么你这一点没有去除 你就在那边 你本身的我爱我见非常重 那坐下来光无我 你能够关得成我才输你 那是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那个倒果为因 那个不可能 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受也一样 那么通常这个受也是个重点 所以关身之后就关受 一般十年初是关身之后就关受 因为受是很多人在意的 苦跟热的感觉 你让我受苦 你让我难堪 你让我难看 那么你很非常在意 你在别人中 别人怎么看 你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 别人怎么对待你 那么这个部分 你就会把大部分的心力 都放在什么 放在镜上面 人事物的镜上面 你大部分的心都在镜上面 你有什么心来观察自己 有什么空闲 有什么力量 有什么时间来观察你自己的心 有没有起烦恼 你不会在意这个 你不在意 你没有起烦恼 你只在意这个人 让不让我起烦恼 所以当你有这个 当你的心不对的时候 你的方法就不对了 你目的是要让这个人 想办法让这个人 让我不起烦恼 你就是要这样 好 即使你做到了 你比他更凶 你比他更厉害 让他不敢对你起烦恼 不能对你起烦恼 不会对你起烦恼 好 那这个人不会 另外一个人不会吗 现在不会 以后不会吗 没有 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 因为你有这个经验 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预防 别人伤害 别人让你起烦恼 但是如果 你所在意的是 我为什么 又对这个人 这件事起的烦恼 我要怎么样 才能让我不起烦恼 当然不只是 自己的问题 他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 你就会了解 他的因缘在哪里 为什么这个人 那么容易针对我 原因何在 你会去探讨 他的原因 因为苦极灭道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种苦果 那苦果必有苦因 为什么一家人 我爸爸就对我 特别不好 我妈妈就 特别对我不公平 为什么 好 那你不要只是 恨你爸爸妈妈 也不要恨你自己 都不要 你要去想 这个是中间 果必从因来 那个缘起是什么 那我要怎么样 才能改变这种现象 那么有些能改变 有些不能改变 有些立即可改变 有些要很长久 才能改变 那么你了解了东西 你了解了这个之后 不能改变的 你就是接受 而且想办法 让重罪轻受 重苦 就是深苦心不苦 你只能这样 那么可以改变 我们当然要改变 你不能说 那我就受苦 就是我的业 也不是这样讲 佛法不是这样的 佛法不是消极 不是悲观 不是无奈 不是 很多人来学佛 第一个就是 佛法就讲 世间世苦 每一个人都业障深重 这个老人还可以 年轻人一听到这个 照那里 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人家那边又快乐 又唱歌 你在那边又唱歌 又流泪的 那谁要来啊 拜托 对不对 又拜着要死 又很无聊 不知道要念什么 不知道要送什么 天天在那边祈求 佛菩萨加倍 明轻人不想学佛 通常都是因为 这个佛法 就是跟他们不相应 真的 那如果我们的佛法 是这样的 这个佛法 很容易就衰败 慢慢就走向迷信 那我要拜你 这个还那么辛苦 然后动不动 就这个犯戒 那个犯戒 这个下地狱 那个下地狱 人家谁要来啊 那佛法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佛法是一套 很合理的方法 而且是每一个人 不管 不管你要不要往生 不管你要不要解脱 你应该都要学习佛法 因为他告诉你 怎么样快乐 自在 没有忧虑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 有没有未来事先不要讲 就这一次 你要自在快乐 健康的生活 你都要用佛法 为什么 佛法不是 佛法是献施热 先有你献法热助 那么你这样的相续 相续到未来 那么有未来事 你未来也一定是 献法热助 你今天训练到身体 很健康 吃得很健康 你明天一觉起来 也是健康的 你不会说 我今天练得很健康 明天的健康不见 要重新来 没有 它是相续的 心相续 念相续 夜相续 所以 但不管有没有未来 你这一次 你今天 你明天不管再不再 你今天就健康啊 对不对 你今天就快乐啊 佛法是这样子的 那么 所以 但是大部分的 大部分人的佛法都是 我为了明天的快乐 我必须要牺牲今天 让今天很痛苦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佛法不是说 我为了明天的快乐 我今天要受很多苦 没有 不是 你要知道 苦为什么会苦 热为什么会热 苦的原因是什么 苦的方法是什么 热的原因是什么 热的方法是什么 那么 佛法是灭苦 得乐的 不是 不是 先受苦 然后受乐 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误会了 所以 弄的 弄的佛法里面都是 只有老人家 那么 过去已经这样了 那未来 只想到未来 没有 年轻人更应该学 为什么 那现在 他要发展 他要有快乐 他要能够 就算他事业要成功 他都必须要有佛法 因为成功 成功有成功的因缘 你事业成功 你要有成功的因缘 要怎么样才能成功 你看那个佛法教那个国王 怎么样治理好国家 对不对 人家外底来不会侵犯 你自己有能力 他也教这些 教那个在家居士 你怎么样可以让家庭 变幸福美满 一样啊 这个才是佛法 那我们的佛法都不是这样 一想到佛法 就悲观 消极 无奈 痛苦 等一下 又说世间世苦 等一下说一切人都有罪 然后罪障身重 然后每个人都要拜颤 然后还要交很多钱 才能够消罪 然后反正 这个 然后死了 又要 但是又要放在地上菩萨盘 又要多好几十万 反正 这种 其实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罪障 要花很多钱 请很多法师送经 然后才可以消业障 然后我要造很多业来去赚钱 然后再来花很多钱来消我的业 那不是颠倒吗 哪有可能这样的 所以 其实不是的 佛法就是苦极灭道 那 你要知道所有的苦的原因都从什么 从无知来 那因为无知 你的方法错误了 现在讲未患理 你执着的东西 其实你执着的越深 你执着的越深 它的痛苦就越深 你执着的越多 它的痛苦就越多 因为只要有执着 它就有痛苦 它不是告诉你什么都不要 它只是告诉你有一些东西 就好像它不是告诉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吃 但是有一些东西吃了马上会痛苦 有一些吃久了累积多了会痛苦 所以有些东西一定不能吃 有些东西最好不要吃 有一堆东西对你很有帮忙 你要多吃 那这个有一些东西你一定不能没有的 比如说水空气 那你一定不能没有的 那么这一些你要先分辨 所以证件有善有恶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那每一种善 它造成的后遗症作用 或是功德不一样 所以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业就是它有影响力 那每一个食物它的营养成分不一样 那你什么多什么少 那你了解了 你就比较能够调理你的身体 好 那我们的行为里面 我们的身口意里面 那对我们生命的帮助 对我们身心的帮助 缘起就在讲生命跟身心的状态而已 它是怎么样会受苦 它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它怎么样不受苦又有快乐 它为什么快乐可以一直拥有 为什么它一直痛苦 为什么它一直快乐 为什么它痛苦之后会快乐 为什么它痛苦之后还是痛苦 为什么有些人修行了 就讲到我们这个核心来 为什么有些人修行 一听就能解脱 为什么我们反复着谋 不但不能解脱 还越听越迷惑 为什么 那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知道 它是有因有缘 所以你要了解清楚 慢慢把它弄清楚了 其实佛法不困难 而且解脱有望 当然菩萨道的话 它不急求解脱 但是它不是不求解脱 这个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你要先激功累得 你要成就最上的解脱 像佛那样的解脱 那你不急求解脱 所以这个我们到底知道了 我们才好修行 那你对佛法的误会太深了 就是我们说 你不要说断身见 你要先聚正见 那么你才能断身见 那非因既因非果既果的问题 太严重了 就是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这个戒取戒进去 这两个问题 在佛法里面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你要得解脱不容易 就算要往生 就算要往生净土 你知道往生净土是果 一样往生是果 但往生净土是果 果必从因来 因一定不离开 你的五蕴身心 你的功德 你不能说我念佛 佛就把他的功德给我 这样说不是佛法 不可能 你不要被这个所骗 没有这种事 那么他基本上 你还是要从因 你要聚足 你要聚足 那么他是基本上 就是信愿行 所以要从信开始 你的信不正确 你的心愿 愿不正确 你的行 就是闻思修 不正确 那你当然没有办法 那这个是 那好 如果我们再讲 色受想行是未患女 未就是未主 未主一定包含 欲滩在里面 欲滩一定是由我爱而起 但是欲滩是主因 欲滩是主因 这个是根本因 那么你会产生未主 就我们刚才讲 如果你的习惯 你的习惯是在境界上 这个人让我 这个人事物 他通常不离开人事物 就是你自己做一件事 做到很久都做不好 你也会起烦恼 像如果收理一个电风扇 明明就很容易修理不好 修理到起烦恼 就把电扇拴了 这实在是 就不要再修理了 我有一次修理手表 也是 你就觉得很简单 就买那个螺丝回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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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回来 装很久都装不回去 全部把它摔掉 不要丢到垃圾桶 烦死了 他也没有人让你起烦恼 就这个事就让你起烦恼 好 那你要好好的 好好的理解这种东西 那人 那大部分是人 那么人 一群人在做事 那么也一样 那么特别容易起烦 那你的心力如果都放在 你的心力如果都放在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件事 这件事 这个人又怎么样 那个人又做怎么样 他不如法 他不如律 他不如理 怎么样怎么样 你都没有想到自己 自己 就是你想到 这个人事物半间 你畏着了 你的心 你有所缘 人家修行是观呼吸 呼吸长 呼吸短 你不是 那个人长 那个人短 就是这样 是不是 就执着站在那里 你有所缘 你有所缘 那你不是呼吸长 呼吸短 你是那个人长 张三长 李四短的 就说长短 那一样 怎样怎样 你的位主 这个就是位主 你的心一直在这个境界上 一直在这个境界上 那这个境界 一般来讲就是什么 跟尘世 六处入处 它就是六处入处 那你这个问题没解决 就眼耳鼻舌生意 它不外乎是眼耳鼻舌生意 对射身相位触发 你又看见什么了 你又听见什么了 重点是这两个 你又看见什么 你又听见什么 那么引起你的什么 受 想 就这样 那都这样啊 那你的感受很不好 你又不好 这个怎样怎样怎样 你就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 那样那样那 你都发现 它怎么可以这样 你没有反过来 你怎么可以这样 有没有 我为什么 我不是要修行吗 我不是要解脱吗 是什么让你不能解脱 就是它 是它让你不能解脱吗 是你执着它 你知道吗 为 这个就算是为 这个是我在我们日常上 很常看见的事啊 大家都会有 我也会有 但只是有觉察没觉察 就先这个 大部分的人是不觉察的 有为 他不知道啊 他为着了 他在这个地方执着了 他不知道 然后他一直执着 一直执着到他离开 他改变 或是你离开为止 你不会改变 你知道吗 那这样的话 你的烦恼就一直相续 一直相续 就算他离开了 那离开有很多种 透过斗争啊 透过什么啊 或者是社科 你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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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掉了 单单一只蚊子 就让你很烦恼了 也会这样 那么除非他离开 那么你要想 那我为什么 我在执着些什么 那么当你的执着 当你的慰 那么你一指 慰就是慰 所以佛法说有三不绝 三不善绝 三不善绝是什么 慰想 慰想 然后呢 慰想慰想跟什么 害想 是无量寿经里面的 那阿安经里面也讲 慰想慰想害想 就是你的慰着 你的慰着 那么你的执着 你的欲贪 这个慰 就贪嗔吃 贪嗔 欲想 当你执着这个东西的时候 没有得到改善 就是你一直想有 却不能有 你一直想远离这个 但是却不能远离 它就一直来 来让你烦恼 这个时候你会生起什么 生起嗔恨心 称恨心到一定的程度 再没有解决 你就会生起嗨想 真的 它就是这样 所以它叫做不善绝 你没有察觉到 三不善绝 那么基本上 所以它第一个要先慰 慰就是你要知道 所以佛法里面叫做什么 有贪之有贪 有成之有成 不怕起烦恼 就怕起了烦恼不知道 好 那你起烦恼 你也知道自己烦恼 但是你没有如理思维 你不知道烦恼的根本 你没有从那个因缘下手 没有从那个缘起 没有从无常物下手 你一直 你一直要去掉 这个烦恼禁 那一直要去掉 这个让你起烦恼的禁 人事物 那不是办法 就是你只是想去主 你只是想从果上解决 不从因上解决 苦极灭到 那么它一定是 苦一定是有极来的 苦极 那么你不从这个地方解决 你只是想直接把这个去掉 念个咒 念个佛 念个经 拜个颤 就直接要把这个去掉 或是 世间上的 你用斗争 用什么样的方法 要把它去掉 那么你反而会让这个极 更多 烦恼更多 你不断在起烦恼 而要离苦 无有事处 没有这个道理 你不断起烦恼 那么起烦恼 不断起烦恼 那么造业 然后为了要解决这个苦 可是这个苦怎么来的 正是因为你起烦恼造业来的 所以你即使短暂的苦不见了 短暂的苦不见了 那么你的烦恼跟意义 你未来会受更大的苦 它不是不见 它只是暂时隐秘不现而已 它不是不见 它得积更大的力量 就好像 就好像你肚子痛 那你没有了解肚子痛的原因 你只是吃那个止痛剂 看起来不痛 但里面正在运作 它更糟糕 那么你要把那个因去掉 就像你生了一个肿瘤 你把肿瘤切掉而已 那么长肿瘤的原因没去掉 切掉它还会再长 它并没有 就是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它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了解掉 因为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患 过患 好 你看 那未就不离开六处路处 好 你看 未患 设受想行事 基本上是这样 慰 慰就是慰着 就是欲贪的执着 患 患是什么 你要知道它的过患 那像我们刚才讲 这个人让你起烦恼 烦恼是过患 不是那个人是过患 那你知道吗 我会针对这件事起烦恼 是过患 佛陀也有人让他起烦恼 但是他不起烦恼 基本上是这样 舍利佛穆建人也是 你不要以为这些大阿罗汉 每个人都对他 恭敬无体头地 没有 不是啦 外道的恨得洋洋洋的 那么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你像虚印老二上 那个真的是厉害 他的弟子有几百万 甚至那个 清朝的那个 最后那个慈禧太后 还要他保将 每个人 我们看到他 当然都毕恭毕敬 但是 他被红卫兵 踹的时候 他一点承认心都没有 有够厉害 这个真的是厉害 那么 我们当然没办法做到这样 如果是我 我不骂你就好了 你要让我不起承认心 那实在 我也很困难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拱惑不到 人家为什么 人家为什么 茶杯摔破 那么 人家就可以开悟 那 我们不是 我们茶杯摔破 不是开悟 是开妈 那就不一样 为什么 习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 这种东西就是说 你要好好了解 所以 你要先了解 正见正思文 有没有 那有没有正与正业正面 当你在起烦恼的时候 你就表示说 你的功德还不具足 你要退下来先修这个 你是一直在那边关 没有办法成就 这木材都没干 你一直用火烧烧 烧不起来就烧不起来 都是水 那个 你火力又没那么多 你整桶我是烧 都没办法把它烧起来 为什么 你一直 你用那个喷火枪 一直烧烧烧烧烧 上面水一直漏 然后一直漏 一直吃 你的火都没有办法 烤干那个水 你哪有办法 会早起来 没办法 所以你要退下来 先把这个木头 移到没有水滴的地方 晒开阳 晒干的 再拿来烧 家族火力一下子 就整个烧起来 后面就任运自然 你不用在 下面再有火 它会自己烧 休闲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喘目清佛的道理也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 你很习惯 你要观察你的身心 我们要常常起烦 喂 换 你有没有执着 如果有了 通常不会没有 哪有可能没有的 一定有 所以一定有味 好 那没关系 有贪汁 有贪 先有觉察 所以我常常讲 第一个就是要觉察 觉察烦恼 觉察烦恼之后 开始要做什么 要控制烦恼 调服烦恼 然后断除烦恼 最后断除所有的烦恼 叫做超越烦恼 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 就是离的过程 那烦恼从色升起来 从受 从想 从醒 从事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问题 那所以 它在讲 你因为什么原因 那么你因为感受不好 你因为你这个印象不好 那你因为你这个 想一想 想了很久 越想越气 越想越不好 你就想要去报复 想要去什么 那这个都是 从这个来的 是 那么了别 这个受想型 那么了解之后 那么你 这个开始 有这个过患 你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去除 这个烦恼 像我们就是 这个人让我 这个人让我 如果我今天 不给他一点苦头吃 他会一直欺负我 这个也是过患 但是你这个思考 路就不对了 你就变成要去除他 你的过患就没有 你的过患就是烦恼 但是是让他让我起患 那个因就不对了 就是我要去除他 我只要把他去除了之后 那么他就没有人让我起烦恼了 不对 你会起烦恼 那表示他的因在你内在 你内在的 要不是善根不足 就是容易起烦恼 要不就是福报不过 你会遇到让你起烦恼的人 那么善缘不对 善缘不足 所以很容易有恶缘 逆缘 烦恼因烦恼缘出现 你的善缘不够 要不然你都善业不大 你很容易 你就是会遇见很多 会遇见很多让你很起烦恼的事 人事物 这表示等一下又不够吃 要起烦恼 等一下住的地方又怎么样 地震带又流水 你的福报不足 你就很容易在起烦恼的地方 起烦恼 那最重要是你的善根 一个阿罗汉走到哪里 遇见什么人 他都不会起烦恼 一个阿罗汉 不管遇见谁 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不好的 好的就起贪 不好的就起撑 都是烦恼 都是烦恼 但是一个阿罗汉 他没有任何的烦恼 出国 二国 三国的居士 他有烦恼 但烦恼不重 烦恼的时间不长 烦恼的次数不多 烦恼的程度不重 所以我说 你就看着自己 烦恼的次数减少 烦恼的时间缩短 烦恼的程度减轻 这个其实就是在 控制烦恼 调扶烦恼 你要从这里下手 但是你要先知道 自己有什么烦恼 为患 那患基本上就是 你要知其过患 你要知道 我的过患在我有烦恼 那通常就不离开 善根 善业 善缘 阿弥陀金叫做 善根福德因缘 它基本上就是 善根 善业 善缘 那善根 就好像说 你的免疫力很好 即使在充满病毒的环境 你也不会生病 就你的免疫力很好 你的智慧主 那么所有的境界 都不会让你起烦恼 任何一切境界都 六处入处 六路处长 六路处都不会让你起烦恼 那么你不会因为 这些善根 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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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对的色彩香味 而起烦恼 六路处长对 不能动其心 这个就是这个境界 心肠就坚固 地光法生命 你有智慧吗 善根 聚足 圆满 那我们还没有聚足 就是有弱 可能这个好一点 但是就是你会容易起烦恼 你特别容易起烦恼 这种人就表示 你的烦恼重 那烦恼重容易造业 其实是这样 那么善根 那么大部分的人 善根是不聚足的 基本上叫做聚夫 凡夫 是烦恼聚足 聚夫 凡夫都是这样 聚夫 凡夫 没有真正的无落善根 但有落善根还是有的 但是烦恼聚足 但智慧不一定 闻思修正 看你聚足什么 那么大部分的都是聚夫 凡夫 烦恼聚足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那么你了解到这个烦恼 慰 你知道 慰就是你有慰主 一定是有 没有没有的 凡夫没有那个不慰主的 没有那个不执着的 每一个人都有 我见我爱 你也有 我也有 只是 只是 我见我爱的 粗跟细 不一样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所有的人都要 由粗转细 烦恼要先由粗转细 所以恶果就饱滩生吃而已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善根 第一个当然就是善根 那大部分的人 善根都不具足 善根其实不具足 善根是 通常就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无贪 无辰 无痴 一种就是性静恋定位 那基本上是这样 都还没有具足 那如果从性静恋定位 那也不是完全具足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修 刚才写的 性戒定位 那么这个之后 那要善缘 要善悦 有善悦的人 那么善根的人 任何境界都不起烦恼 有善悦的人 不太会在起烦恼的境界上 不太有 不太有烦恼的境界 你像天上 你的福报大 你升到天上 不太有烦恼 老病死 忧悲劳苦 他烦恼就比较少 他不太有 那不太会遇见那种 验证会 他里面没有 他里面没有 五足二四 没有三恶道众生 没有 没有那一些 大家都是同行同怨的 都是 都是具足 五戒十善的 没有人会欺负你 也没有人会占你便宜 没有 那么你就会在那个社会上 你遇见的周遭的人 多数是这种人 如果你遇见的多数都是 小人 都是这些比较占便宜的人 都是比较会欺负人的人 那么当然 当然 你要知道 你过去的善业不足 然后善缘 善缘不好 如果善业的话 他本身就不会遇到这个 那么善缘多的话 善缘多的话 我们一般都有善缘 有恶缘 有善缘 有恶缘 但是善业多 比如说你生到天上 那么你就不会有恶缘 不会有恶缘 但是你善业不多 你生到这个世间 有善缘和恶缘 有恶缘 就是你会遇到 善的人事物 跟不善的人事物 不善的人事物 多的时候 恶 那表示 你的善缘不足 就是你过去 过去跟人家结的善缘 没那么好 都是结恶缘 那这一生 人跟人 缘起了 因缘 合合 就会有 有缘 一定会相聚 这一辈子走了 上一辈子 结下的恶缘 这一辈子 还会再相聚 缘越深 缘越深 越容易在一起 那么有些 就变成一家人 互相折磨 就会这样 那么 但是善缘好的话 就变成一家人 互相帮助 互相辅助 那么当然 我们都会有善缘 有恶缘 那么如果你周遭 都是恶缘的话 那么表示 表示 从因上来 这个是果 这个是果 从果上来讲 表示 你过去的因 没那么具足 那么未来 有可能改变 因为缘是不断在变万 你未来20年 或前面的10年 恶缘多 未来的20年 善缘多 不一定 但是就表示 你要从因上下 所以表示 要先广结善缘 如果你周遭的 周遭的都 不是很好的 人事物的话 那表示 你的环境不好 那表示 你的善缘不够 那善缘不够 前面一定是善业 善缘跟善业不一定 但是 比如说 他可以做皇帝 他善业具足 但是那善缘不一定好 他遇到的很多太监 很多恶观都不好 那不一定 所以 但是在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 基本上都是善恶杂乃 业跟缘都是善恶杂乃 所以你要改善这个原因 你必须从什么 广结善缘 多跟人家结善缘 那遇到恶缘现前 怎么办 广结善缘是 未来着想 现在恶缘已经现前 怎么办 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 用忍入 用忍入消你恶缘 用不失 增长善缘 用持戒 不长 不增恶缘 不造恶缘 不造恶业 因为你不持戒 你就是杀他 你伤害人 伤害人 本身造恶业 你会有恶业 会有恶缘 你所伤害的人 会跟你有缘 你本身会因为恶业 而受苦 那么你布施 你本身 所布施的对象 跟你有缘 有善缘 那么你本身 会因为布施 这个增长善业 基本上是这样 那恶缘已经成熟了 你就要受苦 受苦的时候 用忍入来消你过去 因为你不忍入 你又报复 又承恨 那么这些 又变成未来的恶缘 那你就没完没了 那烦恼也一样 你因为这个事情 又起烦恼 那这个烦恼 又增长未来的 未来的恶缘恶业 那就不断 又没完没了 所以 你从这个地方 从阴下所畏 那么你知己过患 过患就在你的心 就在你没有善根 没有善业 没有善缘 就在这些 所以你要增长 那从六度 波罗密 或这种 切定位里面去增长 所以才会讲 那大部分 我们来这个世界 尤其在 人寿百岁 八十岁 这个世界 是五恶 五逆 五恶 五痛 五少 的世界 就五着二世 那基本上 都不是 很好 但也没有那么差 因为三二道更差 但是又因为有苦 所以我们才能够 以苦而得解脱 那未患 那么过患 所以这个地方 知其过患 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他在讲这个 那么这一些 为 这一些烦恼 这个是烦恼的代表 其实它就是烦恼 烦恼与欲贪为代表 所以 无名所父 爱解所欣 那有爱 爱久了 它不成 它就成为什么 成秤 就变成吃 那你又不知道 就贪秤吃 因为无知 因为我见 而起 欲贪 欲贪 那欲贪 那不成 起秤 所以后来就贪秤吃 那么你 为主 那么你知其过患 你要远离 你内在的烦恼 而不是只是 去除 境上的障碍 不是这样 那么 而能远离 所以这个地方 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你就要怎么样 要控制烦恼 先觉察烦恼 知道自己有浴滩 在哪一个境界上起浴滩 在设法 在说 在想 在行 在意的是什么 你非常在意这个 一有这个 你就心里面 就自然而然起烦恼 那么 所以比如说 你很在意 人家说你胖 就是你比较肥 那你就很不高兴 你听到这个就很敏感 你就很习惯 你才肥 你全家都肥 我就很习惯这样 那么这样的观念 其实就是习惯 就是你很容易 因为一句话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瘦 然后这个瘦从哪里 从耳根 对什么 对生 有没有 耳根对生成 产生这个瘦 然后产生响 有没有 然后就觉得 你要 你要怎么样 你要反击 你很生气 那这瘦想型就来了 那不就是这样吗 那个就是 设胃万里 那胃 这个是在胃而已 凡夫就是胃 那么 圣者 修行人 胃 知其过患 也知道这个过患 然后他要了解 有贪 知有贪 那么贪称是过患 那么 大部分的人 都有胃 凡夫没有没有胃的 胃左就是 执左欲贪 那么你要知道欲贪 所以 所以哲利伯才会讲 重点在调伏欲贪 在哪里调伏欲贪 在色受响语 是调伏欲贪 就讲这个 那经典多了 调伏欲贪 要先控制 因为你不能说 要让它调伏就调伏 先控制 让它 不会延伸 时间不会延伸 境界不会扩大 那么 先控制到 让它不扩大 不相许 不扩大 不相许 那么之后 你再来去调伏它 你心要有力量 那你心要有力量 要修定 要修定 那你障碍要少 要持戒 障碍才少 那么 心才不会忧悔 然后 才会欢喜 那才有力量 那有力量 你再去调伏烦恼 定就是调伏烦恼 让烦恼起来了 你马上知道 让它不起 烦恼起来了 让它不起 烦恼还没起来 要起来了 马上让它不起 那根本就不会起烦恼 那就是不同的层次了 已经起了烦恼 已经起了烦恼 很快让它消灭 那么 已经起了烦恼 把它控制住 起了烦恼 让它减少 让它消灭 让它不起 知道要起烦恼了 马上不起 那么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会起烦恼 这个是 到阿罗汉的境界 才可能做到这个样子 你看那个 木剑脸 神通力那么大 但是 他即使 被外道打到这样 他也不起烦恼 他还劝那个国王 不要报复 不然 怎样怎样 就不要报复 哎呀 家流头也一样 你看被 不然他有神通力 他要处罚那些人 很容易的 但是他也不会这样想 不会这样想 那我们是 那你不要惹到我就好 惹到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会做什么事 我们就这样 那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就是没有 有味 但是不知道其过犯 就是 所以 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就往底下看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 你好好从你日常生活里面去想 那个味患 那么其实是可以修的 你就这样修 就这样修 那当你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那么你再来光吾我 那么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 那你带着很浓的我剑 那么不 常常 只有偶尔一两个小时 在那边光吾我 其他都在加强 我指 我爱 那你有办法吗 那不可能有办法 就好像你 你用火烧 只是烧两 一个小时 其他都浸在水里面 那 那 从水里面进出来 再用火再烧一下 那个木头 什么时候会干 没有干的时候 一样 那我们的心 都在我见我爱里面 那偶尔 有力 无力无力地 关一下 无我 这个有什么作用 没什么作用 没什么作用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 很容易就解脱 有些人不容易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看 他说 佛告比丘 我们来看 现在开始讲 佛告比丘 下面就是第三行 152页 到处第三行 他说 云尔色位 色患色理 我们刚才都在讲这个东西 云尔受想形式 未患理 好 佛告比丘 原色生喜乐 那么 比比喜乐 喜滩俱行 那么 市民色位 就是欲滩 其实色就是欲滩 五欲里面 五欲就不离开 色身向位处 那么 若色无常 苦变欲瓦 市民色欢 好 那么 这个色 你对这个色执着 但是这个色 它会变化 不是你所想要的 你原来是这样 但后来不是这样 那么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痛苦了 那原来不是这样 后来这样了 你还是痛苦 但是 它一定会 一定会变化 不可能不变化 所以 当你有执着的时候 你的结果就是痛苦 因为五常是肯定的 五常是肯定的 那么 当你有执着的时候 那么 它一定 你不管你执着的是什么东西 人事物 它一定会有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 它就会让你产生痛苦 所以 它就是过患 所以说 色无常 苦变欲法 市民色欢 就是你执着 你在这个色的境界上 执着 会产生的结果 这过患 就是你会产生这种 不好的结果 那么 假设 你现在在色的 在这个境界上 调辅欲滩 你看它这里就是 调辅欲滩 断欲滩 月欲滩 那前面就是 你要先觉察 控制 然后 调辅 断除 超越 市民色离 是未患离 它简单就三个步骤 未 患 离 那为什么讲未 因为我们在欲界 一定是因为欲滩 不然你不会再欲界 你会在色界 色滩 或是无色界 无色滩 那你会在人道中 就表示 你的善法比较强 你会学习佛法 就表示 那么你过去中 跟佛法有因缘 就这样 就你有这个善缘 跟法缘 你有这个善缘跟法缘 你有这个善业 跟敬业 基本上 就是佛法中 你在佛法中 有造一些业 有这些缘 通常是这样 但是 那你会受苦 那表示 你有一些恶月 恶因恶缘 一定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样就 你要怎么样 控制好的部分 好让好的更好 让不好的赶快消除 那你的心在这一部分 就叫做精进 身精进 心精进 所以正精进是什么 以身善 令增长 未身善 令束身 以真恶 已经起得烦恼 让他赶快断除 控制 调伏 断除 超越 那么没有生的烦恼 让他不生 没生的烦恼 为什么可以让他不生 没有生的烦恼 那为什么还让他不生 因为 现在没有 不代表未来没有 你没有这个境界 你现在没有养孩子的辛苦 那么你结婚了婚 生了孩子 你就养孩子的苦恼了 但是你现在 就先把它解决掉 所以他不会有 即使你以后有了孩子 你也不会有烦恼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未生的 未生的烦恼 令不责 因为你知道 怎么样可以不起烦恼 所以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你有烦恼 那知怎么样 烦恼的因在哪里 那灭除烦恼的方法是什么 那没有烦恼 你也知道 现在为什么没烦恼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 一直这样没烦恼 那以后如果有烦恼 因为如果以后有烦恼 你也知道怎么出烦恼 那你因为你知道 没烦恼是怎么来的 你也知道烦恼是怎么来的 所以你就能够让 未生的恶令不生 那么以生的恶令消除 因为你有方法 有正道 有八正道 那其实是这样 那你有 你知道苦即灭到 所以你就能够做到这样 如果没有 以生的烦恼一直在增长 已经有的烦恼 你对这个人 对这件事 你一直在起烦恼 一天比一天多 一次比一次烦恼 第一次忍耐 第二次再忍耐 第三次 不太忍耐要爆炸 第四次就忍无可忍 跟他对抢了 就变成这样了 忍无可忍 那个就是 已有的烦恼 已有的烦恼增长 没有的烦恼 神奇 那已有的烦恼 不生 对人家这么好 都没有用 以后不要对人家好 帮助别人 都没有用 以后不要再帮助别人 已生的烦恼 削减 不生的烦恼 这个人帮助别人 结果 结果变得不好 以后不要帮 未生的烦恼不生 思维错误 很多会这样 有时候在修行的过程中 也会这样 因为你好心不一定有好报 那么你就觉得 不可以有好心 就会这样 那这个其实是观念错误 不是 你的方法不对 好心才没好报 那你的观念不对 那么 好心不需要求好报 那基本上 基本上你了解了 很多的道理之后 你会坚持好心 但是如果没有好报的话 你会去勘察那个原因 又从缘起看 为什么我这样对他 他就这样对我 那这个中间 因缘是什么 那我要怎么做 让他不会再这样对我 他不一定要对我好 他之所以我对他这么好 他还对我这么不好的原因 在哪里 我对他好 只是我自己觉得我对他好 他并没有这样感觉 因为有很多原因 才导致这样 那你觉得对他好 但他自己本身 不这样觉得 你对他好 或是你对他的好 他不知道 或是他没有感觉到 或是对他来讲 你认为好 他反而认为是不好 就是这样 那有些都是这样 那所以你要了解到 你要了解到 你这个缘起 就是他本身 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 从果上推因 从缘起一样 有因有缘 那你从这个道理去想 凡事都是缘起的 都是有因有缘的 那有一些因缘比较复杂 有一些因缘比较单纯 如此而已 那不管再复杂的因缘 他还是有因有缘 他一定有一个锁链 一个锁链 那你把那个关键处 找出来就好 那一下子 一开始找不到 但是久了你就会找到 你习惯这样找 越来就越厉害 很快就找到 那你不习惯这样找 你都不会去解决问题 你的解决问题就是 靠佛菩萨 念佛 念经 持座 拜灿 那我做完功课 其他解决问题 就交给佛菩萨 这样不对 解决问题 制造问题的是你 解决的问题 也必当是你 这个叫做 解灵还需什么 细灵人 一样 消业还需造业的人 一样 那么灭苦要需 要还需 这个造苦的人 那么一样的道理 那么你 所以佛陀说 自一子 法一子 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假设你在这个色 就是色身上 或是境界上 调五一滩 断一滩 月一滩 市民里 若原受想形式 生喜乐 一样 这个受想形式 这个心法 那么市民受想形式 为 你执着在哪一点 执着在你的感受非常不好 你的印象很差 那你的这个意志 你的对这个人的那个态度 坚决的那个态度 就是非常不好 那么这是你的意愿 那这一部分 其实都是一些心 其实都是一些心的作用跟反应 那么在这一部分 执着上 不管是好不好 那么基本上就是 受想形式 无常苦变异法 那么这些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那么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 那不管是好 好你就起贪 你就觉得一定常常要这样 他今天对你好 明天对你好 那你就觉得 他一辈子都必须要对你好 不一定 不一定 你也不可能这样 你自己也不这样 那所以你没有了解到这个 当他产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这个 这个以受想形式 调腐一滩 断一滩 月一滩 四明这个零 那么这个简单就在说 为 换 零 那为就是直取 换就是要知道他过换 过换的本身都是在自己的心执着 自己的心有不当的执着 不当的执着 不当就是你认为 常 其实它是无常 你希望他一直保持这样 好的一直保持 坏的一直都不要来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当你执着这个时候 那个好的境界远离了 甚至好的变不好了 那不好的一直没有消除 那么你就会一直痛苦 那你一直在境界上 那么你就会一直痛苦 所以它重点就是 你要你从你的心不执着 不执着开始 那没有办法的话 你就要训练 深苦心不苦 其实是这样 所以 比丘就跟佛说 善哉所说 欢喜随喜 那更有所问 那底下的问就是 那为什么会生我吗 好 那这个我们下午再来说 时间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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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